- 出發了一段時間 - 出發了一段時間 大家好,我是阿森 由於 Vivo 全球贊助的 2019 年 PMCO 即將開打 為了幫助大家更融入到這裡熱血沸騰的電競賽事 台灣剛上次不到四個月對於台灣玩家來說 這是第一個 PUBG GM 的世界賽 所以我也來特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簡單的遊戲概念 希望能幫助得到大家能夠輕鬆的觀賽 首先先來和大家分享一下最簡單的刺激方式 這個招式連猴子都學得會 就是把把都進入到白圈的中心點位 你只要能夠堅持做到這件事情 就能夠非常輕鬆的刺激了 白圈中心點位的優勢在於 高機率會在下一圈的安全區域 而且不用移動可以避免碰撞 增加自己的存活率 降低自己的暴斃率 而一旦找到一個這樣子可以安身立命的好一方之後 就可以安穩的打把 無後顧之憂了 除了白圈中心點位之外 也要和大家聊聊安全區域機制 那也就是俗稱的白圈了 首先是大家都知道 白圈會越來越小 而且每一次的縮圈 都會影響到隊伍的移動方針 這邊特別舉例兩個不同的白圈 第一個是中心圈 中心圈的特色是 原先在中心點位的隊伍會更為安逸 而在圈邊的隊伍會更為痛苦 碰撞會變得非常的多 如果你在圈中心的人 只要歸好就可以了 而如果你是慢進圈在圈邊的隊伍的話 還必須得假設 圈中心早就已經有人了 第二個圈 叫做切角圈 切角圈對於大部分的隊伍來說 都是比較難以處理的狀況 首先是缺角圈的特色 在切角的邊邊 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在切角邊的隊伍 可以有較多的時間採取行動 容錯率相對也會較為高一些些 因為大部分的切角圈都較為極端 所以離圈邊較遠的隊伍 在進圈的路途上 會遭遇到很大的障礙 而且縮圈的速度也比較快 所以得快速的做出行動 容錯率相對較低 而切角圈則不能夠 像中心圈一樣安穩的規則 得是地形去採取行動 在切角位置可能是山脈、平原 或者是建築區域 都有著不同的處理方向 而除了第一個和大家提到的 安全機制概念之外 第二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強勢邊與弱勢邊 簡單來說 強勢邊就是人多的方位 弱勢邊就是人少的方位 各個強大的隊伍 都是在尋找弱勢邊的切入機會和時機 初階階段 是可以依據航線來判斷 弱勢邊以及強勢邊的 可以說一個簡單的假設 就是離航線越近的落地點 則是人越多的地方 而離航線越遠的落地點 則是人越少的地方 隨著比賽的進展 各隊伍都會有一個固定的發育地 隨著白圈的眼鏡 去推斷各隊伍進圈的路線 再藉此去判斷 弱勢邊的切入角度和進圈的時機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在遊戲裡面 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在沒有任何質詢的情況下 只能夠憑藉著航線、各隊發育地、白圈位置、各隊伍進圈路徑、還有進圈路徑地形、各隊進圈、時間軸等等去判斷 只需要大量的賽事經驗才能養成的大局觀 幸運的是我們只是觀眾 這個時候只需要看上帝視角便能好好的觀賽 其餘的部分就讓選手們去燒腦吧 第三個要和大家討論到的就是進圈的方式了 簡單來說 PUBG進圈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步兵推進 第二種是載具奔馳路點 載具可以拿來當作掩體 移動速度又很快 往往會是每個隊伍進圈方向的上上之選 所以落地找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PUBG的勝負是看整場的總體積分 不會只打一場 為了要有穩定的表現 各隊都會仰賴車子 你可以落地沒有槍 但是千萬不能夠落地沒有車子 有車子你還可以去到人少的地方去收槍 但是如果說你只有槍沒有車子的話 往往是沒有辦法跑圈的 而隊伍的步兵推進大部分的情況都是逼不得已的 像是車子沒油 沒有輪胎 車子沒血 又或者是要上車的時候呢 被敵人給架好槍線了 完全上不了車 但在特殊的情況下 步兵推進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像是要攻三頂的時候 又或者是你要偷襲慢慢繞側翼的時候 畢竟開車總是會發出巨大的聲音 這個時候用走路的話 則可以隱藏聲音避免撲毀 隨著時間進入到後期 圈越來越小 想像一下 這是final圈 只剩下八個存活者 此時此刻 選手往往會決定 步兵推進對槍的方式來解釋遊戲 這個時間點 我們也會比較少看到車子的使用 但是車子 絕對會是能夠幫助隊伍 進入到決勝final圈的大關鍵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小知識分享了 希望能夠幫助得到大家更輕易的觀賽 大家要記得好好的鎖定這一次 2019年的PMCO囉 我是阿森 大家掰掰